2022年1月8日凌晨1点45分 在青海省门源县发生了6.9级地震 镇中区域位于青海省与甘肃省交界之处 地处于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交汇过渡地带 镇中区域平均海拔3650米 这里地广人西暂无造成人员伤亡 门源县地处于七连山脉东段 距离青海省会西宁100余公里 甘肃省会兰州200余公里 河西走廊的五围金昌 张叶 九泉等地均震感强烈 地震有感区域波及陕甘宁广大地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镇中地区的具体位置 以及本次地震发生的原因 镇中区域位于青海门源县与麒连县 甘肃山丹县与宿南皇城镇 极客区域的交汇指出 今天发生的门源6.9级地震 以及山丹县6.6级地震 两次规模较大的地震 两者震源相距仅几十公里 我们把地图放大了来看 现在所看到的港石卡雪山 便是此次地震的中心区域 它是麒连山脉东端的最高峰 海拔5000余米 这些连绵的雪峰 便是百万年以来频繁的地质运动所形成 我们换作地形图来看 门源县位于青藏高原的北部 而青藏高原是由亚欧大陆板块 与印度洋板块相互挤压碰撞台生所形成 青藏高原的四周分布着一众高大的山体 均是由板块的碰撞挤压而形成 我们把地图放大了来看 在青藏高原的北侧边缘 分布着昆仑山 阿尔金山与麒连山 在这些地区广布地震断裂带 也因此导致了这些区域地质活动频繁 在近百年以来 麒连山区就发生了多次规模较大的地震 例如1927年古浪县的8.0级地震 1954年山丹的7.2级地震 1990年天柱的6.2级地震 除了这次地震 在1986年和2016年 门源县还发生过两次6.4级地震 也因为地质活动频繁 使得这里的山川格外归立 门源县与山丹县都位于青甘大环县之上 当你来门源县看过油菜花之后 才能明白什么叫做花海 这里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油菜花种植基地 在油菜花盛放的时节 这里美得像一幅画卷 以及深藏在大通河谷的麒连大草原 分布在麒连山脚下绵延上百公里 雪山与草原相伴 装点着这片热土 还有麒连县的卓尔山 以及牛心山 雪山 农田 草原 与桂立的丹霞地貌在这里相互交织 也是麒连山腹地美景的精华所在 在山的另一侧是山丹县 胭脂山脚下的山丹军马场 是这里最为闪亮的一张名片 此军马场为西汉票其将军获取病所建 也是迄今为止历史最悠久的军马场 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军马场 以上便是关于此次镇中区域的讲解